南发科 联勇等IC设计大厂通通进驻 竹北台原科技园区是竹科 中科 南科之外 台湾另一大科技重镇 如今南韩三星更罕见扩大据点设立型办公室 据悉三星这回不止一口气租下上千坪空间 办公室入口甚至摆放三只黑色大猩猩非常引人注目 因为过去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就曾经用700磅大猩猩形容三星这位竞争者 而如今台积电取得绝对领先 反倒三星动作平平 大局抢进竹北之外 半导体展用首度派高层来台 让业界推测三星可能有意想靠近台积电 寻求双方在AI用的高频宽记忆体合作机会 台积电跟SK海力士本身就已经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并没有必要将研发的资源再投入跟三星 其实我认为只是在晶圆代工跟记忆体销售方面的业务的扩展 要更加的积极 但想合作恐怕没那么容易 尤其台积电不止先进封装 先进制程更是遥遥领先 另一位追兵Intel传出已经把3奈米以下的晶片代工 通通外包给台积电 业界也看好台积电3奈米订单网 助攻全年营收增幅有机会上调破三成 应该讲说是三星求台积电跟他们合作 对台积电或对客户端来讲只是多一个选择而已 但是其实三星就是希望能够取代掉SK海力士 摊位印上大大的台积电logo 台积电美国厂也有好消息 不止前进德州农工大学招兵买马 第一批市产良率也已经跟南科厂相近 拼今年内将完成量产准备 全方位备站要继续稳坐龙头 东三产天新闻张博翔 叶子晶综合报道